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超過一千座儲水槽 一共存放一百三十一萬公噸核廢水 日本政府二十二號正式批准 要把這些廢水通通排放入海 作業預計在明年春天正式展開 預計將花費數十年來完成排放 日本監管機構表示 核廢水經過處理後 雖然無法完全消除具有放射性的川元素 但會在排放前用海水稀釋到 國際環保標準的四十分之一 確保能安全排放 不過對此臨近國家不願意買單 如果日方執意將自身的私利 凌駕於國際公共利益之上 必將為自己不負責任的行為 付出代價 留下歷史污點 大陸外交部撂下重話 痛批日本排放核廢水入海 將留下歷史污點 南韓政府也在同一天召開緊急對策會議 討論未來應對措施 而東電的核廢水排放計畫 雖然得到日本中央批准 但還得等福島縣等地方政府同意 才能付諸實行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 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貝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 於是